一命二运三风水 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黄金常常被用于皇家和贵族的装饰 代表着高贵尊贵和荣耀 同时黄金也被视为吉祥 富贵和幸福的象征 因此在许多重要场合和节日中 人们会互赠黄金饰品 以表达祝福和美好愿望 现代大家了解一下 佩戴黄金饰品的寓意以及重要性 依爱情与婚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黄金饰品在婚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南方通常会送给女方黄金首饰 作为定亲或结婚的礼物 这不仅代表了南方的诚意和祝福 也象征着双方家庭的祝福和联姻 黄金首饰在爱情和婚姻中 寓意着永恒、珍贵和坚不可摧的情感 二、家庭与幸福 黄金饰品也被视为家庭和睦 幸福和富贵的象征 许多家长会为孩子购买黄金饰品 寓意着祝福他们健康成长 顺利成才 同时在家中摆放黄金饰品 也被视为带来好运和财富的风水宝地 寓意着家族繁荣昌盛 三、健康与长寿 在一些地方文化中 佩戴黄金饰品还寓意着健康和长寿 人们相信黄金具有辟邪、蛆邪的作用 能够保佑佩戴者的平安和健康 因此 一些老人和孩子会佩戴黄金饰品 以祈求健康长寿 四、事业与成功 黄金饰品也被视为事业成功和好运的象征 许多人会在重要的商务场合或事业起步时 佩戴黄金饰品 寓意着顺利发展 步步高升 在商业文化中 黄金饰品也被视为信誉和品质的象征 能够为事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成功 五、文化与传承 佩戴黄金饰品 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追求 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不同地域 民族和宗教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黄金饰品文化 通过佩戴黄金饰品 人们可以传递历史、文化和信仰的价值观念 展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特色 总之 佩戴黄金饰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具有丰富的寓意和象征意义 从爱情婚姻 家庭幸福 健康长寿到事业成功和文化传承 黄金饰品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了解这些寓意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价值 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欣赏和品味黄金饰品的独特魅力 但是你知道吗 不同的生肖适合戴不同的黄金首饰 如果戴对了就能增加自己的运气和财富 如果戴错了就可能招来破财或者没运 那么十二生肖哪些适合戴黄金首饰呢 快来看看吧 一 生肖羊 黄金是天然的贵重的金属 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珍贵的财富之一 在中国文化中 黄金一直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并与属相五行等元素相联系 根据八字五行理论 属羊的人属于火命 因此适合戴黄金饰品 属羊的人通常性格温和 大方 心地善良 且喜欢追求精致高贵的生活品味 黄金意义发光的质感 与属羊人钟爱的生活品味相得一张 因此黄金饰品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戴黄金饰品 不仅能够提升属羊人的气质 还有助于改善其运势 根据中医五行理论 黄金与属羊人的火命相符 能够调和身体人气 增强身体健康 戴黄金饰品 还有助于平衡属羊人的身体和心灵 提高其运势 选择黄金饰品时 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黄金饰品品种繁多 包括项链 手链 戒指 耳钉等 还有不同的黄金纯度选择 还需要考虑自身的皮肤颜色 脸型等因素等来进行搭配 属羊的人适合戴黄金饰品 既能展示自己的品位 还能增强自身运势 选择适合自己的黄金饰品 提升自身的气质 让生活更加精致优雅 属羊人佩戴金首饰 能提升事业运 尤其对于那些做生意的属羊人 经常佩戴黄金首饰 会让他们的事业顺风顺水 步步高升 属羊人本身性格较为软弱 平时不懂得拒绝人 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柔软的性格 而吃不少亏 所以说金首饰能带给属羊人好运气 二 生肖马 属马人佩戴黄金是非常好的 因为属马与黄金的气场比较相合 如果佩戴黄金首饰的话 能够催旺他们的财运 也会给属马人带来很多帮助 在黄金首饰的作用之下 属马人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有魅力 充满自信 在为人处事方面能够给人一种成熟稳重 大方得体的感觉 金饰品代表着财富和好运 而属马的人通常有着较强的负财能力 喜欢冒险和投资 而且金饰品还可以提高属马人的能量水平 帮助他们提高领导才能 金饰品的香仙宝石也能起到改善身体状况的作用 帮助属马人保持健康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佩戴黄金首饰的时候 要以低调为主 不能太过于高调和张扬 如果身上带有太多的黄金的话 反而会压制住属马人的运势 甚至还会招 惹一些麻烦和阻碍 因为佩戴太多的黄金 有陆富以及炫富的嫌疑 会折损自身的财运 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生肖牛 生于牛年的人 佩戴黄金是不错的选择 它可以趋即避凶 带来平安和繁荣 因为佩戴黄金 会让属牛的人更加自信 也可以提升属牛人的运势 更顺利 属牛的人并不是特别聪明的人 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精力 如果能受到金的影响 那么属牛的人会更加踏实的做好本职工作 同时也能保持良好的生活 工作状态 减少与同事发生矛盾的概率 这种状态对他们的职业发展非常有利 牛年出生的人不仅地位会得到提升 收入也会在各方面得到很好的呈现 让属牛人的生活更幸福 更充实 四 生肖狗 能够食属狗人面试顺利 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考试或者面试时 如果佩戴这样的首饰 一定会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女孩子如果在新婚时候 收到来自长辈们赠予的黄金手镯 则会对今后的家庭关系 下一代成长都大有注意 所以说 属狗人最好在金手势上刻字 黄金一来可以起到装饰美化作用 二来还能驱邪必杀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但这五类人千万不能带黄金 这第一类就是五星属金人 不能带黄金 因为这类人本身就自带财气 而且气运很旺 正如以经所说 干为天 为玉为金 以经认为 这类属相的人因禀天智 所以心胸宽广 富有远见稳重支持 组织力强 有领导者素质 还有以经所说 干为君 干为父 干为首 大哉甘云 万物滋食乃统天 所以 此类人大多宽额 有江相风度 胸心广阔如天空 他们大多阴阳偏于平衡 既不外向 也不内向 不抗不卑 态度适中 因此 他们的性格独立 自强不息 自尊心也很强 这种人能当官 也能够发财 所以 一旦这个时候 带黄金了 就会有反效果 黄金相当于钱财 如果五行属金人 再佩戴一些黄金饰品 就属于火上浇油 火石锅网 物极必反 本身具有的财气 就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轻则资金流失 重则轻家荡产 所以 五行属金人 最好不要佩戴黄金事物 以免影响自身财运 因为太过贪婪 只会一无所有 第二类是五行属木人 这类人自身蕴藏着健康之气 但金刻母 如果五行属木人 佩戴黄金 会造成健康之气紊乱 进而影响到五行属木人的身体状况 非常不吉利 佩戴时间越长 大大小小的疾病 就都会不断找上门来 生活难以继续 运气也大大折扣 所以 五行属木人 也不适合佩戴黄金 容易给自己招来疾病 需要注意 第三类对金属过敏的人 这类人是最不适合佩戴黄金的 过敏反应不容小觑 轻则出现皮肤问题 重则过敏死亡 据调查 世上每一百万人 就有一个因为金属而导致过敏 最常见的致敏金属是孽 珠宝也是主要的过敏源 一旦发生过敏 即可引起接触周围的皮肤红肿 臊痒 躺黄水等接触性皮炎的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 合金制品中很多都包含了孽 如硬币 各种合金制品 电镀物件 眼镜架 金属制的手表带 皮带扣 人造首饰等等 直接和皮肤接触 都会让敏感的人出现过敏 因此 如果本就对金属过敏 还要佩戴黄金 那只能是主动惹祸上身 不仅大大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黄金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运势功效 对佩戴者来说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 金属过敏的人 一定不能抱着侥幸心理佩戴黄金 要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 第四类是视力障碍患者 如果有视力障碍患者的人 是不适合佩戴黄金事物的 视力有障碍的人 大多肝脏有一定损伤 如果在佩戴上一些黄金事物 必定会造成肝脏的进一步受损 身体受到更大的伤害 不仅影响内脏 视力可能也会不断出现问题 因此 对于视力障碍患者的人来说 也是不能轻易佩戴黄金事物的 否则会酿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第五类就是运动员 这类人也不适合佩戴黄金 有着三个原因 首先就是人的皮肤对重金属有一定吸收能力 当然一般情况下 这种吸收能力相当低 因为在污染地区 人对重金属的吸收 主要通过呼吸和食道吸收 但在较长时间范围内 皮肤对重金属的吸收 可能会达到一定数量 其次是运动时大量出汗 可能会促进重金属通过皮肤的吸收 运动时大量出汗 而人的汗液是一种弱酸性液体 与中性的水相比 这种弱酸性的汗液会促进重金属的溶解 汗液中含有那钾、钙、煤等金属的盐 盐溶液与纯水相比 对金属的腐蚀性更强 就会大大缩短黄金的使用寿命 对自身运势来说也是不吉利的 另外 运动员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 身体也会剧烈晃动 手势很容易掉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